刚好在广告期间8000了 所以昨天的这个 淑慧议员实测的结果 就是在广告的时候 这不会掉哦 就是很特别了 还停在8000 那一回来谈疫情就会掉 然后其实有很多的网友 针对于刚刚我们杨明哥说的脂肪肝 现在掉出了一连串的脂肪肝 很悠心的朋友们 大家都担心自己 台湾脂肪肝比例真的很高啦 所以好 就大家都好好注意 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们把时间交代给朱豪哥 是关于脂肪肝我也呼应一下 我也有脂肪肝 就说但是有个习惯 你只要减肥 保证脂肪肝会改善 我曾经有一次为了结婚 要拍这个婚纱照 曾经有一次为了结婚 那是下一次吗 就是那个 唯一认真减肥的那一次 曾经那一次 那真的减完 本来是算是他跟我讲 你这有点严重 这有点重度 中度脂肪肝 可是减肥完之后 大概减了15公斤 马上变成没有 所以其实脂肪肝是靠运动 靠减肥 这个可以达到 回到正题 我们刚刚谈到英国伦敦 那后期他们发觉这个疫情最严重 反而恢复到了这个射精地位 比较相对低相对弱势的区域 他们就来研究为什么 一开始爆发 刚刚我前面也提过 他就是因为可能那个地方 商业活动比较密集 所以容易传播 可是后来为什么会也就是 发展到是比较弱势的地方 因为那边的地方 他没有时间 没有力气去管这些事情 他连吃饱的 这个赚钱去养饱自己养活 家的时间都不够 他怎么会去管疫情 所以他开始让他随意 他可能也买不起口罩 他也不买 他也不戴 他就在染疫 他也是坚持说没有 然后跑去工作 所以那个地方发生得非常严重 我要讲这个就是说 不要再掩饰 就讲不要再说是9.7了 你要赶快来面对这些问题 台湾有没有这种弱势族群 有喔 还是有 那更何方是小朋友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这个与其每天在开这些记者会 你不如赶快来真正想一些事情 超前部署 不是那个钱 是前面的钱 那我这样讲 病毒株的BA的4跟5 其实在欧美 现在开始慢慢升温 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随着与共存的这个政策 他开始慢慢开放边境 连我们机组人员开始也变成0加7 那之后在慢慢开放边境之后 他虽然现在每周是限额2.5万 到最后会不会还是有些风险 会带进来一些比方说是变种的病毒 不同的病毒株 那你现在趁我们现在是共存 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缓和 稍微有一点点可以休息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赶快来想一些政策 或面对这些问题来做出一个政策 就像刚刚那个波基哥有讲嘛 你到底你现在火化也没有出来嘛 你火化的基本的指引是什么也没有嘛 面对儿童 好你说疫苗现在有了 那之后呢 儿童也是会有这个常新冠的症状 我们现在看我们那个议员也是嘛 他现在还是有点不舒服 所以常新冠的问题你们去面对的没有 去想的没有 而且儿童有常新冠的这个症状 或者是后面的问题是更严重的 小朋友们他的器官都还在发展当中 都在发育当中 那你如果当他遇到常新冠 比方他睡不好 他是不是抵抗力更差 他整个的发展是不是就更差 所以我们的政府到底想好这些事情没有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虽然您生病了 我们祝福你这个早日康复 可是这些事情还是得面对 你毕竟还是我们的指挥官 所以拜托政府就说 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后面的事情 不要只是在现在看这些数字 觉得九九减七 陶醉在数字当中 没事反正都中青症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很多 甚至是很多弱势族群 他们可能这是黑数耶 我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想要爆出来 他们为了工作为了生存 他们就不想去把他 让他染疫的事情被他知道 那他们也有小朋友啊 他们的小朋友怎么办 所以这一连串下去 会引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我是建议政府赶快来想想 是不是弱势族群这块 你也要特别注意 然后不要在现在数字的迷失当中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这个 飘过中天的盐C粉笔 他说我是好黑数斗内 破除限流 非常感谢您 他的议员现在其实有BA4还有BA5 大家都在讨论 那连黄利明他一直不断的在持续当乌鸦 他就说如果现在国际上面 都已经有这么多相关的这个病例数 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说 这个Omercon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 这几年之间都不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面 那他也说现在原本采取的7加7边境 昨天你也看到我们重新调整了 变成3加4 那7加7的时候以黄利明他来推估 就已经可能顶多抵挡国外的疫情 大约晚一个月左右 更别说那3加4到底该怎么做 他您认为你自己认为现在我们目前维持在 选在这个时间点去放宽我们的边境的这个政策 您认为是妥当的吗 总是要放宽啦 只是说这个放宽实际上具体可以拿捏到什么地步 以及要看病毒株它的一个影响和差异 还要看台湾内部的一些防疫政策 你看现在台湾其实是疫情大爆发 那你回台在台湾隔离确诊的只要隔离 或者要隔离你只要隔离3加4 那结果反台可能很健康的 你要隔离7加7 所以当然是很有矛盾的 就是台湾反而是最毒 那海外是很干净 那你从干净的地方回来毒窟反而要隔离 你到底是保护谁啊 这也其实很奇怪 那再来是如果真的要针对边境的问题 其实很关键的是当台湾疫情 尤其在我们说前一阵子 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候 那每一天五六万七八万人的增加 那其实对我们的医疗量 或者是对我们的检疫所 都是非常吃紧 甚至是对于防疫旅馆都是很吃紧的 但当时呢 我们仍然是不断的开放这些边境 而且呢 我们是每一天也几乎都会有几十例的境外移入 然后来到台湾 那可是这些人怎么样 他一样会占据跟占用到 在台湾的防疫旅馆 一样会占用到台湾的这些检疫所 这其实也都是一种量能上的排挤 所以当时其实完全没有考虑这些 当时干嘛 反正就是从去年以来到现在 就是不断的开放 那其实这个开放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说 理论上登机前都是要做PCR的 然后你一下地也是要做PCR 结果呢还能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个 反不能讲反复 就还是会有阳性的进来 那是不是可能你这一间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你这个路线 根本对于乘客的裁检证明 没有做积极的检查 因为在去年跟前年也曾经都发生过什么 就是他理论上他以为叫所谓的前三天 结果把假日也算在里面 扣除假日之后算三天 或者他根本是拿了一个假的检验报告 在前两年因为病情很少 所以每一个来台的境外移入 我们都会仔细检验 但是现在没有啊 每一天疫情大爆发 你怎么能够去分辨说到底来台湾的 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真的拿到了 事前PCR的阴性证明 都是在符合天数之内或者是安全的呢 没有啊就什么都不管 所以这个放宽应该指的是说 确实我们可以欢迎更多的人来到台湾 或者隔离前所短 但还是有一些是更加严格的 比如说那你来台之前的 这个PCR的裁检证明 是不是更应该确实的 仔细看他到底是到哪一家医院 或者那个报告 他有没有作假的机制跟可能 这个要去查核啊 否则的话你等于还是每一天放更多人 那他如果拿了假的报告 那我们要去比对说 到底是从哪一些国家来的 那他可能假报告比较多 或者哪一条航班 哪一条航线 为什么就这个航班 他返台他的确诊率比较高 他境外移入的个案比较高 这个是要调查 但是我们通通都没调查 如果在中国大陆 他先前在上海 还有在香港疫情严峻的时候 他如果一个航班 你超过了三次或者是五次 航班里面有多次阳性确诊 不好意思你这个航班 就要先停飞一阵子 为什么那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检查 这是要苛责回去 那台湾就通通都没有 所以哪些地方该宽松 就对于反台的人 然后他的入境可以宽松 但是对于你事前是否有做出 确实的PCR的阴性 证明你是一个OK的人 回来到台湾 这个部分是要加强的 而不是完全的 就说好全部都放宽 好像啥都不管 这样当然也是不对 不过为什么指挥中心 他要急着放宽呢 那当然还是因为他希望 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嘛 就他还是一个总体的思维考量 他要尽快的让台湾 恢复到两年前的状态 然后装死全部盖牌 然后集体赶快去做选举 那当然陈时中他自己这个确诊 我觉得呢 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可以更加的感同身受 老百姓的一些感觉了嘛 你看他以前 老百姓在排队买口罩 排队买快筛 排队等疫苗 陈时中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啊 对不对 那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跟着大家 共同来体验一下民间疾苦 来共同排队买个快筛 他说我已经有了 就说老百姓吃不饱饭怎么办呢 那这个皇帝就讲说 我已经有饭吃了 管你去死了 所以陈时中没有办法感受民间疾苦 这一次他自己确诊 稍微能够跟老百姓感同身受 我认为这未来他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当然也会是一件好的加分作用了 那而且呢我是长期主张 像民进党这种本来就觉得 应该要搞共存啦要搞群体免疫啦 或者如同和美香之流啊 就觉得说什么确诊染疫是一种祝福的 那你们自己就应该集体脱口罩 自己先互相传一传再说啊 你们整天戴口罩整天防疫防什么呢 和美香鼓励 鼓励这个染疫是一种祝福 然后呢得到了蔡英文的亲自推荐 对啊蔡英文在脸上亲自推荐 对 这个叫什么 请鬼拿药单 那蔡英文你就自己先染疫一遍 所以你不是要祝福吗 所以陈时中得到了祝福 我也为他祝福啊很好啊 因为你们自己都说是祝福 如果和美香他就只是一个侧异 对吧就是一个很不入流的 或者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咖在那边讲话 那就算了也没什么好评论 但是他得到蔡英文亲自推荐 蔡英文在这脸上说 你看他讲的棒 那你蔡英文你应该带头染疫才对啊 蔡英文 苏贞昌 陈时中 赖青等 你们根本都应该带头染疫 带头获得祝福 那你才能够得到老百姓的祝福啊 就你自己整天口罩戴紧紧 然后整天都关在里面 然后也不敢出来见见大家 那陈时中现在确诊了吗 他得到祝福 我恭喜他 恭喜陈时中得到和美香口中的祝福 好不好 我才不相怨讲什么 这个你也不要确诊啊什么 你要好好保照 你说是祝福 那你就先得 我相信我应该能够反映 不少台湾人的这个心声 好 那么再来呢像是陈时中 那当然啦他是这个不幸 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幸运的确诊 因为他觉得是祝福 像我们如果确诊 那就是很不幸的一件事 double祝福你两次 对我得到两次祝福 幸运 那其实我先前好像也是在大爆挂 这边就预言 我就说陈时中 那个节目组可以后置找下 到底在哪一起讲的 我就预言他会在合适的时机确诊 合适的时机 然后就解散 会讲说指挥中心告一个段落 然后他会在合适的时机来参选 那预言太准了 他马上就说你看这记者会不要开啦 为什么呢 他这些都是有所铺牌的 他一定要干嘛呢 全然的把台湾老百姓放声 他必须赶在几件事之前 第一个 他要在重复确诊的爆发前 赶快下庄 因为重复确诊 你看都有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最新的研究报导 不同的病毒株显然是会重复确诊 同样的病毒株还是会重复确诊 所以如果要在重复确诊的爆发槽之前 他赶快解散 第二个呢 他要在长新冠的爆发之前 也赶快解散 第三 他要在BA.4跟BA.5的变种病毒株 新一波的爆发槽之前 再赶紧解散 所以未来也有这三大影 有重复确诊 还有长新冠 还有新的病毒株 他要在这三大事情爆发之前 赶快下庄 赶快盖牌 干嘛 就是不爆啦 你也不要每天上报 也不把它当成什么这个法床疾病啦 也不把它当成什么第五类疾病啦 所以你如果自己得了 你就去诊所啊 你就自己去医院啊 那如果你很不幸走了呢 走了就走了啊 烧了就烧啦 去年我们这个六都火化人数 相较前年多出了6000人 多这6000人 每一爆之前 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当指挥中心宣布盖牌 他这个指挥中心停止运作 全心全意来参选的时候 就算台湾每天多出上万人确诊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就算台湾每天多出200人死亡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他不报啊 他不报你就不知道啊 就像台湾普通人走在前面倒了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啊 因为新闻不报 那民进党可不可以掌控媒体 当然可以掌控媒体 你如果敢报的话 你那个预算不要啦 给你的公关费不要啦 给你的这个业配你就不要啦 那媒体敢报 不敢报 或者是可能 媒体跟记者也不知道啊 我从那里去找新闻 你不知道说今天全台湾会多死200人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 那对医生来说 你看医生可能会知道啊 医生他是如何判断 或他如何比较 这个人数叫做多或者是少 而且一旦有医生敢说真话 哎呀今天我们急诊室走了 好多人都走了 罚300万 所以谁敢说话呢 没人敢说话 所以民进党的真实目的干嘛 就是到了7月结束之后 趁着我刚刚说的 重复确诊常新冠 新的变种病毒株爆发之前 集体盖牌 哪怕未来这个洪水滔天 哪怕未来染疫暴增 哪怕未来伤亡增加 那民进党就是双眼一闭 全然当做没事情 媒体不报 没人知道 歌舞升平 齐呼万岁 这就是民进党 然后在八九十十一 四个月来拼选局 最后呢 山呼海啸 民进党继续当选 这就是他的计划 这就是他的光明正大的阳谋 他还不是阴谋 他就阳谋 他就摆明了我就盖牌 改明了摆明了 我就是没有要继续报 摆明了大家染疫 他也不可以了 反正死的不是他 所以我说 只要民进党内部啊 就是重要的人啊 死一个 民进党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病 就民进党这些人上上下 他不死一个 他都觉得这个叫做轻症 死的不是他 我再讲一遍 民进党这些人啊 哪一个鼓吹染疫是祝福的 就这些人里面 他死一个 或者有一个中重症的 那民进党上上下 他就会开始紧张 就开始害怕 才会觉得防疫很重要 死的是我们老百姓 他不闻不问了 走了那么多人 蔡英文你有看他出来 点过一句灯 或者讲过什么哀悼吗 没有耶 他都讲说疫情是个挑战 我们要应付这挑战 你怎么没有脸 你去王者的家属面的时候 可以你们挑战失败 这是民进党不要脸的地方 我这几天隔离的时候 那个 还要讲民调 那民调你看 民调我们不是讲说 TPBS民调 蔡英文满意度下降 陈时中满意度下降 大家就觉得说 你看这是老百姓的民意展现 民进党要之所进退 我跟大家讲 你因为民进党怕 没有在怕 20到39岁 因为有很多年轻主席大学生 或者年轻的爸爸妈妈 他满意度下降 你因为民进党有怕吗 没有怕 为什么 我们比照历史 去年同时间 民进党的满意度也是下降 TPBS跟美丽岛电子 跟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 去年的时候 蔡英文 苏贞昌 还有陈时中的满意度 也是下降 疫情来了嘛 可是后来就上升回去了 七八九月十月就上升回去 然后年底公投大胜利 为什么 去年七月的时候搞了一场奥运 你看台湾国家队 蔡英文满意度都上去了 啥事也不干 满意度都上去了 所以今年也是这样 民进党肯定觉得说 现在民意下降 对嘛 疫情期间暂时下降 可是选举来说 民进党他是有大本领跟大本事的 所以哪怕未来伤亡增加 但没人报就没人知道 他一样花四个月的时间 好好选举 他一样是可以获得跟 拿下这个政权 所以台湾人民这个时候应该干嘛 就是我们一定要觉醒 我们一定要记得 就是在此时此刻 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的感情 我们的伤心 我们的无力 我们的难过 最后干嘛 最后一定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下架民进党 我们才有办法对得起 就是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的伤痛 跟对得起我们的伤亡 但我们不是去消费 而是说 这段时间谁给我们带来的痛苦 不就是这个 无能而且万恶的民进党政府 嗯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网友 刚有抖内 这个包含了挺中天的安仔说 又掉流量了 赶快抖内应援 周末大爆发来力挺 那也感谢我们路过的LearOne说 检查下节目时间 跟手机时间是否一样 如果差两分钟以上 会变成是回看 就会掉出流量外 所以是点影片的右侧两下 快转跟上进度 感谢您的抖内 也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更需要拼的是回看 所以在今天呢 您这个题目也很感兴趣的 没有时间看到 没有问题 您可以先按个赞 然后晚上再慢慢来看 杨明哥你刚有特别提到说 这个蔡总统 独步全球的那个所谓的 疫苗社区覆盖率 这个名词嘛 那我们还以为他在反串 想不到他居然还去清解 关于潘梦安前两天 我们讲的105%这件事情 他就说对啊 那就是指出 已经把计算的是 未接种疫苗的确诊者 所以才是105% 我以为他在说笑 他还很认真啊 对所以这时候 你不禁要唱一首歌 屏东方一阵生气 覆盖率会有105% 对不对之类的 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这个是什么旋律 改编哪一首 方昌医院真神奇 没听过吗 没get到这个点 好啦 没关系 但是 其实刚刚这个 汉廷讲这个陈部长 他这个确诊事情 其实我现在怀疑是这个 侯汉廷他有这个怨念 他怨念会传递病毒 人家是祝福他是怨念 他之前为了这个自己 这个重复确诊 说你们敢不敢 让我到这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让我来给你们爱个报报 现在不用报报他就确诊 隔通 念力 念力 所以我觉得负面能量 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不好的后果 所以大家不要得罪吼汉 好 那我们回到正题 就是说 我一直讲不要玩弄数据 没有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 一开始 总统在讲这个叫 从疫苗接种率 后来改成叫 疫苗社区覆盖率 再来呢 昨天他的脸书叫 第一剂疫苗 第一剂的社区覆盖率 我告诉你 这些都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疫苗 都要两剂 才算是完整接种 你打第一剂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都不会有任何所谓不确诊 就是说他的保护力还不足 而且更何况 我们的整个社区 今年我们5月26号左右 开始这个BNT 开始在各县市陆续施打 到今天 今天是6月12号 差不多第一批 前两天打的 大概现在保护力 才开始有 就是打完疫苗 过后14天 这个保护力才开始 所以 你怎么好意思讲说 他们都已经 拿到无敌信心 拿到什么疫苗的 社区覆盖率 其实 而且特别是 我们现在的 这个 就是所谓12岁到 这个6岁这群 所谓的学龄儿童 他们的这个感染率 比全国的平均还高 其实这个才是 我们最该忧虑的事情 因为 过去几个礼拜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 县市政府 说要把这个 实挺的课程停课 就是因为这一群人 他们的感染率相对高 因为他们的学校 在学校里面 这个环境 他们群体感染的几率高 然后呢 我们又特别容易 他们没有疫苗保护 所以特别容易有这个症状 所以杨明哥 他不是已经把这第二季 施打的时间 缩短再缩短了吗 你知道如果今天 按照这个 所谓的这个 总统的这个逻辑 我们已经可以讲 台湾整体的疫苗的 社区覆盖率 只要低 因为只要算第一季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季的 施打的涵盖率 已经来到86.15%了 再加上染疫的 大概12% 好 我们已经来到 百分之将近99了 各位 这个 我们要这个 这个 歌颂我们伟大的 这个执政党 已经让我们 快要达到所谓的 群体免疫的效果了 是这样吗 不是嘛 我们旁边就有一位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证明说 这个确诊 然后还会再确诊 重复感染 还会感染 然后呢 因为我们对 我一直都讲 我们面对病毒 这样的一个 它是一个要科学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能用 所谓的数学来解决 就是说 你在玩数字 可是人家这个病毒的变种也好 一个病毒对人体的感染 之后的影响 这些我们都还没有 完全弄懂的情况下 你已经在用政治 来操作这个数字的时候 那我会觉得我们这样的 指挥中心也好 或说我们的党政高层 其实某种程度 是有点人邪 就是他们会有点 他只是为了希望 告诉民众 大家放心 不要害怕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我们很快就会脱离 KPI 对我们很快 就会脱离疫情的困扰 大家我们可以继续 往选情来移动了 这样的逻辑 我相信多数 我们现在荧幕前面的观众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只是要呼吁 这个在数据上面 大家真的不要太轻忽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 其实不只是 我们现在Omicron 有一位这个医师 他就讲了 他说如果依照这个现在的 这个每半年 一个大变种的数率 会不会 因为Omicron是去年底 开始 因为他等于说 他的意思是 我记得是黄利明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已经疫情到现在两年多了 那依照这个进程的话 好像每半年就会出现一次变种 对会有一波的变种 会不会还有 所以这个所谓的边境的管控 我们当然 现在因为我们国内的疫情 比所谓的境外一路的多 多非常多 所以理论上 我们不需要用那么强烈的 这个边境管控的这个措施 这个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们一样要密切注意 整个国际的疫情趋势 否则如果今天 也许下一个变种状况 不如我们预期不是像 因为你知道吗 像这个陈建仁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 那一支影片 他是告诉大家 Omicron之后就没有了 对 我们只要打赢 战胜Omicron 我们就可以 目布向这个解封 我们就可以 从此以后 就没有新冠疫情的威胁 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们要用科学来讲话 所以在没有 你科学上 你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即便是那0.0001% 都是有发生率的 所以在这种变种病毒 我们都还不确定 他是不是有可能再重新 卷土重来 我们都要 这个叫戒胜恐惧 我们要注意 但是我们这个措施可以放松 但是心态上 我觉得还是不能放松 正好哥大家就在讲嘛 就是终观两件事情 就是昨天他片面的宣布说 今天指挥中心的 这个记者会暂停开一次 那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种 包含其实我们昨天数字很高 他说是因为 这等于说是 昨天的数字被誤植到的前天 把他往前挤了 所以数字看起来好像很高 解释了这么多 今天不开 当然明天会照样开 明天可能会由陈宗燕等人来主持 那包含的是现在听到的是 境外也放宽了 种种都是他是不是准备 要踏去选举的一个 试水温的起手势 这我相信明眼人应该都看得出来 就是说一贯的步数就是这样 一开始就先跟你美化数字 用这个 其实本来可以很简单用数学 或者用科学的逻辑 就可以解释清楚 他一定要发明很多的名词 然后带风向 表示现在OK好差不多OK了 我们不用太紧张了 我们这个疫苗 当初所有的疫苗没有准备好 我们现在覆盖率也够了 儿童这边我们都准备好 大家放心好 先把这个方向带好之后呢 表示现在也没有事了 好那他开始准备 慢慢是不是就开始 从我们的疫情 跳脱到选情模式 就是疫情模式 跳到选战模式 选情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陈时中应该铁定会选 只是他到底要选这个台北市 还是别的地方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但是他铁定会选 所以我在参加这次的疫情 慢慢康复之后呢 他可能就会用一些理由 比方说这个 我这次在自己染疫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这个 体会到非常多民间疾苦一些事情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来为大家服务了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搞 所以从昨天开始 一连串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是为了他开始要转换 跑到一个华丽转生的一个布局 那我还是一样奉劝 就是说不管他还会不会继续 主持这个记者会 或者是还是继续担任指挥官 或者他开始 启动他的选战模式 必须开始去跑他 跑选战 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还是要以民为本 还是要以民为本 人民才是我们这个国家 最重要的资产 也是这个执政者或这个政府 应该最关心的事情 一再想到自己的政党利益 或者自己自身政治的前途 或者是未来政治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那都不会是人民 可以接受的事情 因为每天还是有很多人民 甚至很多弱势族群的这些人民 在遭受到痛苦 所以一个执政者拜托你有人心 你要去做什么都好 但是一定要来心整后的帮助人民 当然在疫情 大家最近发现我们的政府 常常频频被打脸 不过在国际上 是不是也在被打脸呢 我要问一下汉提议员 其实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总统蔡英文 她有出席哥本哈根的峰会 还用视讯演说的方式来参与 那她也特别提到 其实这台湾跟乌克兰一样 我们是不屈服压力的 结果想不到呢 泽恩斯基啊 她在昨天的时候 到了新加坡举行的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 大家也知道这个场子 是蛮重要的 结果被问到说 都已经讲到我们台湾跟乌克兰 有很多人说什么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之前不是沸沸扬扬扬的吗 给台湾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她讲了 她说这个乌克兰应该成为全球的借禁 国际社会应该在冲突前伸出援手 她也特别提到 要透过外交解决手段 来防范台海冲突 她还真的是从错终学 给我们蔡总统一个最真实的建议啊 当然我也不觉得泽恩斯基 真的多了解两岸的内情 跟到底有多复杂 不过实际上嘛 就是所谓的上兵发谋 其次伐交 所以两岸关系要避免冲突 那最主要还是要透过 和平的对话跟和平的谈判 最后来达到 在我的立场当然是希望说 两岸能够走向和平的统一 那就算不支持这样立场 但一定也会希望说 至少在九六共识的框架之下 马英九执政了八年 那也是能够让台湾人跟大陆 这两岸至少和平共处了 八年的美好时光 而这美好时光当然就应该存续 如何存续 就是靠对话跟靠对谈 那民进党呢 不要对话也不要对谈 都是干嘛呢 就是抱着美国的大腿 然后呢就不断跟着美国来附和 一起来以台制华 打压中国大陆 那不过当然啦 就是对民进党 或者绿营的支持者 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啊 那你的好事 就必然要承担很大的代价 那包含像是我们的这些 出口到大陆的一些农余产品 就会受到必然的损失 那以及是什么呢 就是民进党 每一天他就会讲这些垃圾话 你就只能够透过这些的垃圾话 来不断的取暖跟自嗨 所以呢包含像蔡英文所说的 哎呀这个所谓的台湾和乌克兰 一样不会屈服压力 这个你看 这个蔡英文自己推荐何美乡 说要先染疫成为祝福 那你连得到祝福都不敢了 你还来谈什么 你不会屈服压力 那你对疫情的时候 你都屈服在了疫情的压力之下 你连得到祝福都不敢 蔡英文 更何况呢 蔡英文他这次参加这个所谓的 哥本哈根的视讯论坛 视讯峰会啊 哎好奇怪 谈的这些内容呢 都把这个什么民主啊 人权啊 讲得高大上 啊你看我们台湾为了啊 人权啊 自由啊 民主啊 哎民主自由 为了是保障人权 人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就是人要先活着 台湾走了那么多人 也没看蔡英文出来哀悼 也没看蔡英文出来 发表过什么视讯会谈 结果呢 你在高谈其他海外地区的 民主跟人权 不觉得荒谬跟可笑吗 就你只敢在镜头 你躲在镜头的背后 你还不敢跟台湾人讲话 就对外国人讲话 讲给外国人看到 外国怎么样 那你有没有亲自深入民间 走到台湾的乡下 走到台湾的染疫地方 那问问大家 大家过得还好吗 台湾人过得还好吗 有没有先前大家在排队买快筛的时候 你有没有走到旁边 你买得到快筛吗 儿童在施打疫苗的时候 你有没有走到旁边 小朋友你还好吗 爸爸妈妈你担心吗 你都不亲自过来 你只会到哪里 你只会到常荣医院 荣总 你看这个都已经排队站好好的 院长你白头发 客温泽不在座 黄珊珊在 然后就躲在自己的总统府里面 然后就拍个影片 端午节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我们要撑过挑战 那么为走过的儿童 走过的人民 留下一滴泪 没有 你对台湾人的性命毫不在乎 结果你却高谈阔论 夸夸其谈 人权民主自由 你人权个鬼嘛 你哪里在乎什么人权不人权呢 你连台湾的人命都不在乎 然后你去高谈海外的民主自由 你在乎个鬼啊 哇 你看乌克兰 永不妥协 对啊 乌克兰走了很多人 你却挨到乌克兰 你也不挨到台湾人 你在脸书上去贴什么 哎呀这个三四十年前大陆发生的事件 然后你也不关心台湾人 现在所发生的事件 这叫什么 伪善 如果一个人他不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整天在炫耀说 你看我捐出非洲儿童啊 这能叫做善良吗 伪善 蔡英文从来不关心台湾人的死活 结果整天去夸夸其谈 海外的民主自由人权 假的嘛 所以蔡英文谈的这些东西可信吗 不信 他没有实际上把他的行政资源 跟行政的能量 拿来救治台湾人 甚至也没有为救治台湾人的不利 而感到亏欠跟哀悼 这样的执政党有什么好信任的呢 就算每天拍了一大堆东西 跟老外讲的再多的话 那是你跟老外的事 你不是台湾人的事啊 那你这么喜欢跟老外见面 你就去当那个门童就好啦 你就整天负责开门迎宾开门接客 就老外来了欢迎啊 你打接还是住店啊 今天迎来了一批波兰人 明天又来一批什么捷克人 又来的斯洛伐克人 又来的什么欧洲的人 又把台湾当驿站 把台湾当旅店 你就是那个旅店的老板 当了门童 当接待生 诶客官你好 打接住店 今天苏洛伐克人来了 捷克人来了 然后呢就这样啊 那你有照顾到台湾人吗 没有啊 隔离的期间呢 我刚刚在读孟子 送给大家孟子的一段话 苟治食人食而不知简 徒有恶嫖而不知发 人死则曰非我也遂也 那是何益于智人于刺人而杀之 曰非我也兵也 啥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在 如果你放着你的苟治 你放你的畜生 到处去吃人的粮食 你呢也不知道去制止 等到荒灾来临的时候 等到粮荒跟大灾来临的时候 路上许多人饿死了 然后你也不懂得去救治 结果这个执政党就讲说 很多人死了 这个官员就讲说 哎呀这个不是我的错啊 这个叫做荒年的错 对吧 这是天灾的错 孟子批评 这种官员跟这种思维 就如同你拿着刀去杀人 结果你说 这不是我的错啊 这是刀子的错 一样的荒谬 那看今天执政党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在孟子来看 就算会有天灾 但是防治 就是但是救灾 本来就是官吏的责任 本来就是官府的责任 如果你救灾不利 那当然官吏无可谢责 结果今天台湾的执政党 台湾的官吏都干嘛 哎呀这个不是我的错啊 这是什么 怪病毒啊 你们要自主应变啊 我已经很努力了 在孟子看来 这是什么 这就叫昏君 这就叫狗官 这跟你拿刀子杀人 就说不是我的错 是刀子的错 陈时中民进党决定 新台湾模式搞共存 哎呀这不是我的错啊 这个叫病毒的错啊 不都是一样吗 所以民进党 现在的这种执政模式 在2000年前 孟子都是要批评的 孟子都会要民进党下台的 那再看看蔡英文 整天在谈这些什么 我又参加国际会议啦 然后我跟老外多好啦 你跟老外很好 那你就去跟老外在一起 你就不要来当台湾人的官 我们感谢这个 吴宝妈的斗内 你说继续上下主播 非常感谢你 我要问一下杨明哥 所以我们现在在近期 到底在国际上 还要碰多少个鼻子的灰啊 因为刚看到泽文斯基 其实他也建议啦 你真的不要把这个 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僵 你应该要寻求外交解决手段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前两天 我们昨天其实照片 也让大家看到嘛 包含斯洛伐克 包含了像是法国议员 那警戒还有立陶宛也要来 那还有没有可能 外交部到底要不要先 释出一些行前的交约 让大家知道 什么样叫做 给台湾一些基本的尊重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蔡总统 他是最近三年 连续三年 这今年是第三年 出席 透过视讯来出席 这个哥本哈根的 这个民主峰会 来这是今年 总统府放的照片 来你看 这个今年的照片 看起来蔡总统 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 过去两年 来今年大家看一下 这个蔡总统的表情 我觉得总统府放这张照片 这个摄影官 是有一点我觉得不够贴心 你看 如果是去年 你看 蔡总统好开心 你看 还有首饰 然后再往前一年 你看也是笑得很开心 这三张你看对比 是不是今年特别 好像有心事 很沉重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过去两年 都没有疫情 今年 是面临这个 蔡总统面临这个疫情 最严重的一次 而他这个时候要 在全世界 的这些领袖前面 跨跨的 而谈他的这个民主治理的经验 我相信某种程度 他应该是笑不出来 所以我相信 最后可能选择这一张 是不要让民众有一种 你看如果用 如果这个时候是用 这一张照片 或是这一张照片 他会说 每天国内死了 两百多人一百多人 你怎么笑得出来 所以可能也许是这样 政治考量 选了这张照片 好 那我们先 现在回来 我再讲这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当然他是一个 丹麦的前总理 北约的前秘书长 所创立 他的这个哥本哈根峰会 是从 是从2018年开始办的 2018年开始办 第二年 2019年 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就到 哥本哈根去参加了 这一场会议 然后呢 到了2020 2021 2022 连续三年 蔡总统 都成为所谓的 视讯的演讲嘉宾 这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的三月 中国大陆宣布要制裁 这个基金会 制裁 举办这个 哥本哈根 民主峰会的基金会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民主联盟基金会 是在鼓动所谓的 香港民主运动 那去年的这个 哥本哈根的峰会 也邀请了 所谓香港民运人士 包括什么 罗冠什么 罗冠冲还是谁 就是也发表 这个视讯的演讲 所以这一个基金会 基本上他的立场 很鲜明 所谓的反中 反中的这个立场 是非常鲜明 而我们在台湾 你要知道一个领袖 为什么他不找 他今年除了找斯伦斯基 前两年没有找他 因为今年是乌克兰 发生事情 他们才找他嘛 那为什么 连续三年都要找我们的蔡总统 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基金会 目标是什么 因为对抗的是中国 对 所以这一个基金会 我觉得我们先把 我们先要把这个组织 他办这一场活动的用意为和 我们要先把它讲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他今年有个贵宾很重要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然后呢你知道 这个新闻来到台湾 我们不是在关心欧巴马讲了什么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关心的是 林长佐在后台巧遇了欧巴马 然后这个欧巴马说 我很喜欢你啊 欢迎你有空可以来台湾 然后他说欧巴马点点头 然后就这样 我们的新闻主角是林长佐 我们不是欧巴马 这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 你知道我们在关心国际的情势 即便 其实美国总统一向是这样 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们他基本上即便他 欧巴马统治已经是这个 这个大概 十年前左右的时间 那他 他现在是一个某种程度 他们的卸任总统就是 全国全世界去巡回 人家去讲一些 所谓的美国价值 好 那当然我觉得 这个这个峰会邀请到 今年是欧巴马 去年是蓬佩奥 其实也都是所谓的 对 就是说在这个 所谓的民主阵营当中 这个所谓的 非常对中国大陆 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抗衡的一个态度 所以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我们去分析 今天蔡总统能够 连续三年受邀 其实我最好奇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民主峰会今年的 表演嘉宾 是台湾的歌手 虽然他的国籍 不是我们中华民国 他的国籍好像是外国 有一个叫陈芳雨 唱那个玻璃心的 但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基金会 会邀请一个 唱华语歌曲的歌手 到现场 还唱那首玻璃心 你看 我刚刚讲了 这个用意很明显 用意非常明显 你中国大陆抵制我 我就跟你继续干 跟你继续打 而蔡总统很乐意成为 这个联盟这个基金会 去跟中国大陆对抗的 一个所谓的棋子 或者说他很热于展现这种 所谓反重的精神 所以这样下去 我们会再回到一开始的题目 也难怪 石斑鱼 对吧 你如果用这个时间来看完 我觉得 蔡总统接受这个访问的 导致石斑鱼 远比陈主委 陈吉仲确诊重要 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看了 拜拜 在这边呢 告诉大家 汪汪水神维酸性 电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 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 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 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